新北市的九份是国际级的观光景点 但是总共有30多家的民营停车场 却没有一家是合法营业 常常引爆停车纠纷 甚至还有逃漏税的问题 来来来 来九份欣赏美景 但是车要停哪里 一次100 一次50 到处喊价 民营停车场有30多家 却没有一家是合法营业 因为我们九份地区 它是属于山区 它道路非常狭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呼吁旅客 大部分都要搭成大众英居 都这么久了 九份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 但是停车位却不够 地方政府又不管 只管吸引客人 才会常常闹出停车纠纷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瑞芳分局 到九份现场走访各个民营停车场 却只能柔性劝导 就符合商务 营业项目都有 但是这个东西地商务的问题 你会知道这高风 高风在这里没干 民营停车有30多家 没有一家是合法的 七月中也已经主义裁罚过了 重点是要辅导业者 申请执照来合法营业 不然警方招管任养马帆 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记者综合报道